星期一川普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说了一番关于南海的话 算是捅了北京的废管子了 这个发言人说在南海的国际水域 不能允许中国大陆把这些岛屿据为己有 这个表态可以说是在奥巴马政府的声调的基础上 升高了一个八度不止 而且潜台词很丰富 奥巴马政府对于南海的态度是第一 就是他反对人工造岛 第二他反对把这些岛屿军事化 第三当然要维持通行自由 至于说南海的岛礁属于谁的 美国政府不表态 就是说在主权争议上不选边站 但是川普政府这个表态的 他的潜台词就包含一个 就是说这个岛屿是不是你的 现在他也要管了 他有可能是不承认的 就是说这些岛屿是不是归别人 那他现在不管 但是只要确认这些岛屿是在国际水域 你就不能说你想拿来就拿来 是吧 就是他不承认这种行为 在几天之前吧 就是1月11号的时候 川普提名的国务卿迪勒森 在参议院作证 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 也说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 第一必须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停止造岛 第二不能允许中国大陆登上这些岛屿 就是星期一政府发言人这个表态 是这个强硬表态的一个延续 那么这两天呢 我看见就有人猜测了 有人评论 说这个南海问题呀 可能又是川普跟中共打的一张牌 就是为了贸易目的打的一张牌 就像对台关系一中原则一样 就是说用南海这张牌 是想迫使北京在贸易问题上向华盛顿就范 那么我想说 如果你是这么看的话呢 很可能你就想多了 猜错了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问题 为什么台湾一中原则 对川普来说可以当成一张牌来打呢 因为在这个交易里面啊 大家注意到一点没有 就是没有明确被牺牲的一方 就是说美国政府 它当然是进可攻退可守 就是说你北京如果不在贸易问题上让步 那么我就威胁要重新考虑一中原则 如果你北京在贸易问题上让步了呢 那我无非就是退回到我的起点 就是维持现状 继续承认一中原则 这里面呢就涉及到美中台三方 就是很简单明确 就只关这三家的事 对于台湾来讲 当然被人当成牌打可能不是太舒服 但是如果北京和华盛顿 就是川普和中共这边又达成协议的话 达成了新的协议 再不记忆它也就是个维持现状吧 也就是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会变得更糟 是吧 它没有说台湾就又进一步被牺牲了 没有这回事 可是南海就大不一样了 就如果川普把南海当成一张牌来打的话 要求北京在贸易问题上让步 如果中共让步了 那川普打算用什么来交易呢 难道他要放弃美国所秉持的自由通行的原则吗 难道要承认中国对南海大片水域的主权吗 或者说最起码就是放手中国大陆在南海人工造岛 以及把这些岛屿军事化 难道可以这么做吗 因为你要知道 你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让步的话 当成条件来交易的话 那不仅仅是关系美中两国的事情 而是关系这整个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利益 这个交易成本可就太大了 那这个是国际成本 还有个国内的政治成本的问题 可能很多中国人不知道 这个自由通行原则早在100年前 就是19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他当时要希望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协约国同盟国两边坐下来谈判 所以他提出14点和平倡议 这14点和平倡议里面 第二条就是自由通行 所以说这个原则可以说是根植于美国的 他的自由主义精神 是美国人几百年来所秉持的一个基本信念和原则 你要拿他来做交易的话 那就等于是背叛了美国的基本精神 美国的信仰 那这个政治成本川普能承担得起吗 所以认为南海是张牌 川普政府要打南海牌的这些朋友 可能需要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就是南海 它很可能是和中美贸易相并列的一个问题 因为从川普的视角来讲 它都是涉及规则 就是在川普的眼里 中共是靠操纵汇率和给出口商品提供这个补贴 取得了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这是打破了国际贸易的规矩 而在南海呢 也是涉及到一个国际法和规则的问题 现在它是想两边都使劲 把中共给摁回到这个规则里面来 而不是把这两者贸易和南海联系在一起 用牺牲一个去成全另一个 那么至于它要怎么阻止中国大陆 去占据南海的岛礁呢 白宫发言人没有说 有人猜测是不是要采取封锁的手段呢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直接造成军事摩擦的风险 也许这种事情不会马上发生 也可能是川普政府在他这个任期里面 提出的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 用几年时间去实现的一个战略目标 也许它是需要逐步去达成 现在只是提出这个目标 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么我觉得现在川普政府 已经体现出一个特点 就是他跟你是说明话打明牌 他在谈一中政策的时候就说 如果美国在贸易上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按照一中原则来办事呢 就是他为什么要受一中原则的束缚呢 就是他明确告诉你 他要把一中原则和贸易联系起来 可是在南海的问题上呢 他可没这么说过 说要把南海问题和别的什么经贸问题联系起来 所以说有的人认为这个南海是一张牌 那可能是看走眼了 再有呢要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一中政策 川普其实在一中政策上也有很多张牌可以打 一中政策也是一把牌在手上了 他也不是只有一张 假如说中共的这个在贸易问题上不让路 或者说达到的效果让川普政府不满意 他也不是说我就放弃一中政策 我从承认一中政策到放弃一中政策 我一步就可以跨过去 也不是这样的 他有很多中间步骤可以走 比方说他可以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啊 加入国际刑警组织 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等 他可以邀请台湾参加若干重要的国际活动啊 以及对台军售啊 就是他有很多中间步骤可以当做牌来打的 我看他没有啊 其实我怎么看这一座 我是導演的 但是我们这样子 都只能做到 我不要再与那一座 我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